Hello 大家好 我是梅姐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公司又派我去杭州学习两天 知道这个说明什么吗 说明我的工作得到了老板的赏识了 我真的还挺开心的 这次去杭州的路费 住宿费 吃的 公司全包 连车票都是助理买好的 明显跟上次出差不一样 走 我现在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苗去 老苗 老苗 跟你说个好消息 公司刚刚给我打电话 又派我去杭州学习两天 又派你去学习啊 对啊 干啥呢 你公司啊 你们一直派你去出差 公司老是派我去杭州出差 说明老板赏识我呀 我要是工作干的不好 你说他让我去出啥差呀 是不是 这不好吗 你老板能赏识你 那肯定最好了 你去吧 家里都给我 你放心好了 去几天 你别高兴太早 我这次就出去两天 你想想我这么多年没工作 得到老板赏识不挺好的吗 我们家全靠你一个人 四个人花 生活压力多大呀 我能出去赚钱不也挺好的吗 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 但是我这次出差两天啊 我有个事情我要给你交代一下 第一 不准带新衣吃学校门口的垃圾食品 第二 这几天不准吃肯定鸡 记住了没有 是 保证完成任务 你放心好了 我办事 你放心 嘿 老苗这个家伙 我刚刚跟他说我要去杭州出差两天 他那点小心思全写在脸上 好了 不跟大家说了 今天的记录生活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见 拜拜